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整体来说都还是相当晴朗温暖的好天气 那么这波东北季风很快的在明天就会减弱了 所以预计明天后天礼拜二礼拜三 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会有个短暂好天气的空档 很快的在礼拜四可以看到又有一波新的水气会南下影响台湾 同时东北风也会再度的增强 所以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末假期礼拜天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又会再度转成湿湿凉凉 是是冷冷的天气状况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预计明天后天礼拜二礼拜三 全台各地几乎都是好天气 就只有在北海岸基隆地区东北角地区 一些灵星的迎风面降雨而夜 那么很快的其实在礼拜四 又会有一波新的水气报道了 可以看到在礼拜四的白天 又会有一波新的水气报道 同时东北风会再度的增强 所以到时候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又会开始下起雨来 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波水气会比较多一点 就连不仅是山区就连平地 而且会下雨下到大概中部地区 台中以北地区 所以要特别提醒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礼拜天 会有一连四天左右的湿湿凉凉的天气 会非常的不舒服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明后两天礼拜二礼拜三的好天气 赶快的来晒洗一下衣物了 进一步来看一下降雨分布图 可以看到明天后天真心来说 各地都是好天气 只有在北海岸东北角零星的降雨而已 那么礼拜四开始刚刚提到了 就会有一波新的水气跟东北风增强 到时候在台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以及山区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 直播地区雨是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提醒大家 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周末假期 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或者是海边进行细水的活动 会是相当的危险的 那么另外再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明天北部的高温就渴望回升到27度左右 来到一个相当舒服的气温 不过很快的在礼拜四又有一波新的凉空气要南下了 所以看到礼拜四的低温就会降到21度 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高温只有24度 低温也只有20度21度左右 接下来下一波礼拜四报到的这波冷空气 强度其实跟现在影响台湾的这一波差不多 所以北部地区真的是又湿又凉的感觉 提醒大家务必要记得注意保暖 最近的温差变化会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么中部南部地区 接下来这个星期高温大概都还有30度31度左右 但是清晨跟晚上的低温也会明显的下滑转凉 转成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天气状况 像是中部地区接下来这一周的清晨跟晚上低温 也都只有22度到23 4度左右 南部地区大概也只有24度到26度左右 不过白天的高温都还有30度 所以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 提醒大家清晨跟晚上外出 还是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再出门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水气减少了 而且冷空气强度也减弱了 所以各地就回到一个比较舒服 而且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 只有在刚刚提到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北角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夜 那么也提醒大家 接下来下一波的冷空气 预计会在礼拜四报到 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 明后两天礼拜二礼拜三的好天气 赶紧的晒洗衣物一下 那么礼拜四新的一波东北季风报到之后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再度转成时时凉凉的天气 而且会持续至少到礼拜天左右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天气变化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